那如果我刚才那个推断呢 您如果不信的话呢 我们下面就有个例子 自由亚洲电台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郡警千人点火抗议警察暴力 三名业主事后被捕 那这件事情呢 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事情是这样的 广州郡警花园反对建高压变电站的维权活动越演越烈 星期六星期日连续两件有一千多人游行 抗议前往这个高压变电站的现场工地进行抗议 更有情绪激动的民众扔石头块燃烧废品 以及工厂门口的缩料的这种栏杆 这样引起了跟警察之间的冲突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一位接受采访的业主姓王 他明确说因为一直和平抗议根本不起作用 而且这几天主要的问题是警察打人 大家非常气愤 因为这几天的人特别多 而在冲突过程中呢 有三个业主被警察抓走 其中一个女业主呢 仅仅跟他理论了几句呢 就被四个警察给塞到车里了 结果周围的人 大家就全都跟警察发生冲突 在这种冲突之下 警察迫不得已把那位女业主放出来了 针对这种局面 那记者呢打电话给当地的 这个叫做天元派出所询问 结果警员拒绝电话采访 他说记者你要问什么就来这里问吧 我们不接受电话采访 而作为当地的老百姓呢 他说居民批评当局的强硬手段 呼吁尽快释放被捕的维权业主 姓王子先生说 国际人权组织能不能帮忙呼吁一下 他们现在很疯狂 乱抓人 老百姓非常气愤 他们这样抓人只能激起老百姓更大的愤怒 其实还是这句老话 当周围邻居周围的事情发生不公的时候 咱们老百姓真的得站出来 如果你不站出来 在今天猫到鼠到 只要挣走钱就是好到的 这种社会道德观念之下 指不定哪一天就沦在您脑袋上 我觉得这个这个花园 整个这些业主所面临的局面 就是这么个局面 可想而知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头 我相信在周围有其他很多不公的事情 而这些花园的业主 你能不能站出来替那些不公的人 两肋插刀说句公平话呢 我估计很少 很少去说公平话 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今天轮到自己脑袋上了 他姓王子先生也在呼吁 国际维权的人士 能不能站出来说句话呢 那当初这些人 你站出来能不能替别人 在维护权力的时候 也说句话呢 共产党警察 为什么这么狠呢 他就吃准了一点 今天的大陆人 只要站不着我的事 我就什么都不管 所以道德底线已经没了 那其实老百姓呢 心里有怨气 这种怨气的发泄呢 有不同的方式 结果这个正月十五的 这天呢 放灯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这个 CCTV把自己给点了 结果大家欢天喜地 很多人拍巴掌 见过放花的 没见过这么放花的 没见过这么放烟火的 结果网上有了一首歌 就正月十五放花 但这个歌呢 讲的故事 就是正月十五 CCTV被点着之后 老百姓的心情 就正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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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告别在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正高兴 不是你的元宵节闹花灯 只为那大库产丝突然着了火 要是片子终于遭了报应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正高兴 想要万物想的是一个声音 躲得个初一你躲不过失误 别管他谎话瞎话要烧个干净 老百姓啊 真正要高兴 老百姓啊 真正要高兴 老百姓啊 真正要高兴 真正的老百姓啊 真正要高兴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正高兴 屁里啪啦哨的真是过瘾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同情心 只是因为你把百姓填得太狠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正高兴 没有喉舌百姓才会清醒 换指盘再来一把电火烧中共 天天体后烧 怕个外向更新 вкус 天天体后还要下来一把电火烧中共 给arrmsAMA Jesús 您便是膝子 滑成健身 最后不再痛不快 钥匙片子终于遭了报应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言真高兴 没有喉舌百姓才会清醒 盼指盼再来一把天火烧中共 天天体头烧他和外相更新 今天要热和真高兴 今天要热和真高兴 当那个老百姓 然后就要高兴 加班公平 加班公平 终于遭念本来 还有总互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